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这个马克思就开始研究 这个人类学 就是当时人类学兴起以后 马克思开始研究这个人类学 那么就习取了这个人类学的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就和他的早年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稍有不同 这个研究人类学是什么呢 如果研究政治经济学 我们说政学它研究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现象的 它给人的对历史规律的研究是什么呢 是一个把人类历史强调一个普遍性 从低级到高级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 这个许言里面提出来 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 它是一个铁的必然性发展的 所以他强调 就是说工业发达的国家 是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前景 就是说强调 就是说东方必然要走向西方 要强调西方对于东方的这样一个先进性 而且强调落后国家 必然要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这是一个必然的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到了这个晚年 由于研究人类学 那么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一个特点 它有什么不同呢 它要研究一种民族文化的生长和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它的这个单位啊 它不是以这个生产力 就是一个单因素为单位 而是以什么呢 它不是以一种这个社会形态的这种更替为单位 而是以一个民族国家 是以一种文化为单位来进行考察 所以它就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强调各民族文化差异性 所以马克思在晚年接收这个思想的时候 他和恩赫斯实际上 就是马克思最早 就是他在接收这个思想的时候 就提出来一个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差别性问题 就是说强调东方国家 在资本主义 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呢 它应该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啊 它是和资本主义啊 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道路 所以他反对把西欧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简单的套在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国家 到晚年他特别强调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强调的这个内容 那么从这个里面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啊 他开始 当他吸收了人类学方法之后 他对历史规律的思考啊 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 有的人说马克思资本论啊 写不下去呢 是呃 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只完成了第一卷啊 说这个没有 研究人类学没有完成第二卷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啊 包括他自己对自己资本论的思考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资本论里面他强调一个铁的必然规律的话 那么在后面呢 他自己在这个给编辑部的信里面啊 就强调 他说这个 如果谁要以我这个早年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 以西欧为典范的这样一个模式 然后到处滥用 他说这个啊 他是一种非历史的 他是一种非历史的 那他认为呢 他就说任何一个这个人类历史 哪怕是相似 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发生 但是呢 他只要发生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民族 那么他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他不可能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他和自然科学啊 他是不同的 所以这样呢 实际上从人类学的方法里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 马克思对这个历史规律的研究啊 发生了一个新的思考 在方法上啊 可以说不仅仅是古典政治经学的一条理路 而且还有一个人类学的这样一个理路 恩格斯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呢 可以说呢 是当时马克思把他做的这个笔记啊 给了恩格斯 那么恩格斯就整理出来了 恩格斯整理主要是根据马克思讲 写的这个梅恩的 就是对英国的这样一个人类学家的资料 来整理 还包括摩尔根的这样一个资料 就整理就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的早期 如果马克思提 他和马克思在德意识形态里面 我们讲的四种生产 是吧 四种生产 那么最后一个 在第三个的是这个能的生产 就是说这个 也就是总的繁衍 就是能的生产的问题 那么他在政治经济学院里面 可以说占的地位是很低的 那么而在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面呢 恩格斯把这个思想着重发展了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闪述了 也就是说从家庭的这样一个角度 因为这个人类学的角度啊 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强调家庭能力的思想 家庭能力的这样一个思想 而不仅仅是强调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方面 那么从这样一条思路呢 来重新考察了这个欧洲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起源 家庭私有制的起源 所以对这样一个做了一个考察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 和他早期思想的一个略为在方法上的一个差别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叙述呢 就是说如果他们前面只描述资本主义发展 而在这个时候描述了整个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怎么样从他最早的家庭分裂的这种模式里面产生出来的 而恩格斯的这样一本著作呢 出版以后呢 因为是在晚年出版的 所以呢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维吾史观上面呢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引用了这个人类学的这样一个方法 而不是单一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所以他们大量的呢 就对这个家庭的问题 伦理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所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也是以历史维吾主义为重心 但是他们历史维吾主义的研究方向 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研究是有差别的 他们特别强调家庭和伦理思想的这样一个研究 还有一个呢 就强调这个起源学的研究 就对历史维吾主义啊 作起源学的研究 而不是作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结构性的一种研究 我们早年看到马克思对政治学的研究啊 就是用政治学的方法来研究 历史规律的时候 他强调的是什么 结构和动力 结构呢就是社会结构学的时候 我们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结构的研究 那么从动力来说呢 就是强调这个生产力是动力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整个研究啊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静态的 是一个相对静态的 而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用了这个人类学的方法 人类学的是像考古学一样的 就是从它的整个思想起源上来研究 所以这个时候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呢 包括经济的研究 都是用一种起源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第二国际啊 研究这个马克思维吾史观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要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别 那么这样一个差别呢 可以说受到了恩格斯的这本书的影响 这本书的影响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在讲恩格斯的思想的时候 这几本著作可以说是 表达恩格斯的独特的哲学贡献的 最重要的著作 这个我们会讲出来的 但是呢我们也是布置啊 就是说作为这个课程的 这样一个原著阅读 这是第一个 把这个原著的情况讲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啊 我们讲一下这个思考题 因为和这个前面我们讲马克思一样的 当我们讲思考题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部分 所要讲述的重点问题 所要讲述的重点问题 也就是你们学习 这个章节啊 所要掌握的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根据恩格斯早期哲学创造的特点 认述恩格斯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主要的要讲恩格斯的早期哲学创造的特点呢 这个有两个就是把握恩格斯的思想 现在呢一般的来说 我们在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的时候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 在早期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啊 它是不分开写的 唯一分开的是马克思去世以后 那么恩格斯想那只剩恩格斯了 所以它只能写恩格斯了 那也就是说能不能看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研究啊 只是在他们晚年看到的 而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实际上恩格斯早年的哲学贡献啊 成了一个空白点 成了一个空白点 就是恩格斯早期哪些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而这样一个思想决定了它的思想从早年到晚年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一个主线啊 它出不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着重讲一下它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哲学思想 通过这个早期的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思想家啊 他从早年到晚年的以以贯制的一个逻辑思路 他到晚年思想的发展 实际上和他早年的所奠定的这种哲学基础 他所思想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包括他对贝尔巴哈态度的一个变化 也和他的早期思想也是一致的 也是一致的 和他的理路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如果不研究恩格斯的早期的哲学思想 那么也就不可能完全了解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和他的哲学贡献 他的哲学贡献 所以要把握他的哲学思想的早期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晚年固然重要 那马克思去世了 那当然他该 那是那个凸显他的贡献的 但是他的晚年思想离不开他早年思想 所以这样呢 我们要把握他晚年的思想呢 也要把握他早期的思想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啊 也是我们着重要了解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恩格斯是怎样提出和论证哲学基本问题的 哲学基本问题的 这个涉及到我们对整个哲学史的把握 也涉及到恩格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个 基本的理解的问题 就是恩格斯啊 就是在提出和论证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啊 就是我们原理教科书用的也很多 就分析两个方面 然后怎么回答的 就用这个理论的演义 但是恩格斯在这儿提出的是一个哲学史的问题 而且特别提到了 这个他的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对于这个哲学发展的这样一个意义 对于哲学 特别对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转向的这样一个意义 他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需要我们啊 做一个哲学史的考察 也是 涉及到我们对整个哲学史的一个重新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哲学 我们哲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什么问题 不是简单的背啊 物质决定 物质决定意识 这样一个公式啊 这样一个公式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个要着重掌握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也就恩格斯是如何规定辩证法的性质的 就是他对辩证法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问题呢 和下面的这个问题啊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的主要贡献 这个问题呢 这两个问题啊 既有他的联系 就是说恩格斯在研究这个辩证法的时候呢 自然辩证法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 这个是有联系的 但是呢 他又是有差别的 因为恩格斯在讲规定这个辩证法的性质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关于一般辩证法的规定的问题 就是他和马克斯的辩证法 特别强调这个理性的辩证法 就是强调理性啊 是他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很重要的特点 正是由于他强调理性 所以呢 他没有啊 始终对这个贝尔巴哈的哲学保持着距离 保持着距离 而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贝尔巴哈主义者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一个理性的一般规定 而自然辩证法呢 可以说是在他一个 在一个独特领域的贡献 这样一个研究呢 他是从属于他的这个辩证法的规定的这样一个思想的 但是呢 他这个对辩证法的一般规定呢 不能代替他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啊 把它把它稍微区分为两个问题 大家可以到时候听课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注意一下 还有这个下面一个问题呢 就是 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方法论的意义 这一个呢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 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里面讲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 对于这个我们理解恩格斯的思想 以及对理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思想啊 对这个后世的这样一个影响 后世哲学家的一个影响 可以说在两个方面 不论是从研究恩格斯本能的思想 还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 和它的变化的角度来说 都是很有意义的 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 第五个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恩格斯晚年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样一个贡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样一个贡献 这个是恩格斯的这个 晚年思想的一个认识问题 大家可以到时候注意一下 这个就构成了我们理解恩格斯的 全部学说的一个几个基本问题 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在这儿讲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恩格斯的这个 生平和他的这个哲学贡献 恩格斯的生平和他的这个哲学贡献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生平呢 我们稍微讲简单一点 主要是讲 因为我们讲生平和思想贡献 主要是讲他的这个哲学思想贡献啊 这个生平呢我们讲的简略一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他的传记 可以看他现在恩格斯的传记也很多 还有第二国际思想家对他的研究也很多 我们这儿呢主要是把它粗略的拉一个线条 主要是讲他的这个早期思想 那么这个恩格斯呢 就是1820年啊 11月28号出生在普鲁市 这个南英省工业城市巴门 他的父亲呢 是当地的这个一家棉房厂的厂主 也是英国曼车斯特欧盟恩格斯棉房厂的合伙人 可以说他们家的这个产业啊 是非常的大啊 非常大 因为这个产业很大了 所以呢 这个恩格斯的父亲呢 在他读中学的时候 还差一年没有毕业 他的这个父亲呢 就叫他不要读书了 就是赶快到工厂里面去经商去 所以恩格斯呢 实际上啊 中学学业还没有完成 然后就开始了经商 开始了经商 到了这个1841年的时候 恩格斯呢 就到这个柏林去扶宾渝 扶宾渝 那么在这个扶宾渝期间呢 他就到这个柏林大学 去旁听哲学课程 去旁听哲学课程 并且和柏林的这个青年黑格尔派小组呢 建立了联系 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恩格斯啊 就受到了这样一个哲学的影响 首先呢 因为他是和这个青年黑格尔派相联系的 所以他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 他也听了这个谢林的课 所以他就用这个费尔巴哈的思想啊 去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 启示哲学 这样呢 他就从黑格尔的维新主义立场 转变为维吾主义立场 开始他的哲学的这样一个 创造生涯 那么在接触了这个冰域 浮冰域完成以后呢 他就回到了这个英国 回到英国 然后就投身到 英国的这样一个功能运动和社会实践当中 考察了 英国工业的发展 以及所引起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因为他在工厂里面嘛 所以大量的调查了这样一个 在纺织厂调查了这个 女工的这样一个情况 也调查了整个整个这个功能阶级的这样一个状况 在早期特别对英国功能阶级啊 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 同时呢 为了这个研究这个功能运动啊 他也考察了研究了当时的这个社会主义学说 和古典政治经济学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以社会主义学说啊 批判古典政治经学 批判古典政治经学 那么这样呢 就是同时呢 他也为这个莱因报 莱因报 莱因报我们知道啊 马克思是主编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那么他就为莱因报呢 撞文 在这个对普鲁士王国啊 展开现实批判 到了1843年底的时候 恩克斯呢 就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那么在这篇论文当中呢 恩克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剖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 就提出了消灭私有制 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的提出 可以说恩克斯最早提出这样一个思想 他实际上当这个思想提出的时候 他不仅克服了这个菲尔巴哈维吾主义的缺陷 而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创造全新思维方式 那么在世界观上呢 就转向了共产主义 转向了共产主义 恩克斯在这个1843年8月 在从英国返回德国的头中 在巴黎的拜访了马克斯 那么两个人啊 就这个 其实当时这个恩克斯在这个 为在1841年啊 这个期间到12年期间 为这个乃英报撰文的时候 当时他并没有受到马克斯的重视 尽管他这个文章也在写文章啊 但是并没有受到马克斯的这样一个重视 后来呢 到他的这个政治纪念批判大纲的发表啊 后来引起了马克斯的这个 引起了马克斯的重视啊 就是对这个 他的这样一个成果的重视 那么到了这个1843年的8月 当他们从这个 当他返回德国和这个马克斯交谈的时候 那么他们对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和观点 进行了这个交谈 两个人发现在很多观点上 他们都是一致的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啊 应该写一部著作 来叙述他们的观点 叙述他们观点 对他们的早期思想 特别是对这个 鲍尔兄弟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进行批判 进行批判 那么这一部著作呢 也就是神圣家族 那么从开始写着神圣家族开始 他们就开始了 他们长达40年的合作 40年的合作 在神圣家族以后呢 他们共同写了 德意志意形态和共产党宣言 这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啊 一个是这个闪述维吾史观的重要著作 一个是无产阶级的刚理性文件啊 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个刚理性文件 也是对他们的世界观的一个系统的闪罚 这个呢可以看作是他和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成果 那么除此以外呢 恩格斯还写了反度理论 自然辩证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著作 系统的闪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这是恩格斯在这个哲学上的一些贡献 那么马克思逝世以后呢 恩格斯花了很大的精力 指导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留下了大量的书信 同时呢在哲学的理论上呢 他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而且呢还按他自己的看法来 编了这个资本论第一卷的标准版本 同时呢他还指导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包括英国啊法国 这个来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 就是把这个资本论呢 可以说翻译成多种文字啊 在世界上传播 这个法文呢 它实际上就是由这个 虽然是这个马克思的二女婿 就是拉法格和这个劳拉 劳拉是他的女儿 他们两个共同翻译的 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字 以及有些这个表达的准确性 是由恩格斯最后校准的 这个包括他的这样一个英文版本啊 也是由这个艾威林 就是马克思的那个小女婿啊 翻译的 小女婿翻译的 那么呢也是经过恩格斯校准的 所以这个对各种版本的这样一个翻译啊 可以说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是一个方面的贡献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结合新的历史条件 应用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的这样一个成果 探讨了国家的起源问题 历史规律问题 东方社会的发展等问题 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 等这样一些著作 以及大量的书信 就是它很多书信啊 是很值得读的 很值得读的 那么这样一些书信呢 和他的这个晚期著作 一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可以说最早开始 这个马克思啊 原来在世的时候 跟恩格斯这个写信 包括他自己始终的想 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史 整个思想史啊 做一个叙述 他们的思想发展过去 做一个叙述 也做一个史的这样一个叙述 但是呢 马克思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那么恩格斯呢 开始了这个工作 我们讲的 比方说他写的这个 路德维希菲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那么就是这样一步 这样一步 叙述他们这个思想史的 这样一个著作 当然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真正的工作开始 梅林也做了一些 就是说叙述马克思的思想 但真正这个工作的开创呢 还是 20世纪 20年代 到30年代 是苏联哲学家开创的 就是系统的通过 这个编辑梅格版和这个 列宁这个全集 然后呢 来这个开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这样一个研究 但是呢 可以说最早的起源 很多思想呢 是从恩格斯这开始的 所以呢 能不能啊 通常呢 把恩格斯的这样一个 这个时期的 就是他在80年代的 这样一个思想啊 称之为他的晚年思想 而把这个思想当中 最突出的这样一个贡献呢 称之为他在对 唯乌史观的独特贡献